来关注热点方面 7月16号 全球最大半导体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召开二季度业绩说明会 该季度台积电合并营收同比增长28.9% 达3107亿元新台币 约737.29亿元人民币 为该公司历史第二高的单季营收 会上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表示 5月15号没有再接华为的新订单 9月14号后也不会供货给华为 据悉 美国商务部5月15号公布的对华为限制新规 正式在9月15号生效 或受此消息影响 即使台积电营收利润双双创出新高 当天晚上美股开盘后 台积电最多跌于2.63%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统计机构IC Insights 前不久给出的数据报告 台积电的搭客户华为在台积电销售收入中的占比 从2017年的5% 激增到2019年的14%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精彩内容 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